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14号的时候和总统蔡英文 两个人是见面讨论四项议题的合作可能性 不信传出了民众党员以及小草们是有两极的意见 柯文哲就在昨天发出了给党员的公开信 提到说台湾社会的不和谐 就是因为民进党的各种双标作为 外界就解读说这封信是在抚平党内的杂音 柯文哲手拿象征民众党的一盆小草 递给总统蔡英文 两人在14号睽違近六年的会面 讨论诸多议题合作可能 画面温馨 但试过两天给党员的公开信用词犀利 柯文哲说和蔡英文讨论的议题都符合民众党理念 没有理由不对话 不过后两段都强调要民进党认错改双标作为 还说民进党的双标就是台湾社会不和谐的最大真结点 外界解读是否在抚平党内的杂音 民众党内部并没有不同的意见 那只是对于这个形式上面 大家提供不同的看法 委婉的说对形式上有不同看法 不过这会面会震惊各界 不是没有原因 不仅党内对会面有疑虑 2024大选后柯文哲的声量也逐渐下滑 蔡克会被外界视为柯文哲为拯救声量下猛药 蔡英文总统是过年的时候就已经要邀约柯文哲见面 安排在柯文哲的民调已经跌破10名以外的时候 柯文哲自己也有自己也有自己的需求 一场会面引爆民众党内不同意见 柯文哲想在特定议题中实现绿白河 这条路恐怕不好走 记者无权军廖凯成台北相互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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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